第265集 场面是相当的滑稽 张飞从三个鬼中间就穿过去了 我不想打人家愉快的玩耍 可到了三个鬼前面一米左右的距离 就前进不得了 我又感觉到了那种气场 不阴邪却又存在 像是在保护人这些鬼不受到侵害 又或者是保护我们 总之让活人靠近不得 倒是有一个好处 张飞自己跑了 我无奈地停下脚步 前面三个人 玩耳朵一嗨皮 根本就不看我们 我真心不了解精神病的这个世界是怎么个样子的 只能是见招拆招 轻声地问 喂 你们在干什么呢 听到我的话中间那个鬼 看了看我 停顿了一下 然后撅着嘴 呜呜呜呜呜 张着胳膊 带着两个人就过来了 到我面前停下来 嘴里还呜呜呜呜叫个不停 十分的怪异滑 premise 我那是仅字就问 你们在干什么呢 嗧 你说 我真的克麻想骂的人 还是忍住的问 奥 你们这是玩什么呢 呜呜呜呜 中间的人永远是呜呜呜 导致他左边手臂下 蹲着人回答了 你看不出来 他是什么吗 看不出来 他什么呀 他是轰炸机呀 我们在飞呢 左手边手臂下那个人 一本正经地告诉我 我愣了一下 中间的人双臂向后张 嘴里呜呜呜 可不就像个飞机的样子吗 感觉还真是有那么点意思 可左右这个手臂下面 蹲着两个人什么意思呀 我没琢磨明白 好奇地问 那你跟右边的人是干什么的 左臂下面的人 特别鄙视地看着我 我俩是炸弹呢 呜 李玲忍不住乐出声了 我特妈都快哭了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看了眼前三个鬼 中间的还在那 呜呜呜呜 模仿飞机的声音呢 左右两侧的人 老实蹲着 我无奈地说 炸弹 炸弹 我问一下 轰炸机怎么不搭理我 我很想跟轰炸机沟通一下 因为压得把路给堵了严实 显然他是老大 他不飞走 下面俩炸弹也就不会离开 我这么问应该是没问题吧 谁知道那炸弹对我翻了个大大白眼 对我道 傻兵 你们家轰炸机会说话 李玲开始哈哈笑了动 我也是哭笑不得 前面的撒货却都是人出无害的 瞅着我 中间的轰炸机开始呜呜呜呜呜呜不停 我却灵机的一动 指着右边房间道 那里边是东京 指挥部有命令 命令你们去轰炸对方的皇宫 滴答滴答 中间的轰炸机滴答几声 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啊 一拐弯 嘴里又发着呜呜呜呜呜呜的叫声 带着两个炸弹朝那边的屋子跑去 解决了轰炸机 哥们觉得很机智 松了口气 急忙朝前走 操弹的是 张飞掉头回来了 挥舞着手中的扫把 对我道 大哥 大哥 我找到桃树了 咱们快去结拜 快点走 要不一会儿 桃树该跑了 我目瞪口呆的看着张飞 跑到我身边 扭头去看李灵 这么纠缠下去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李灵无奈的对我怂肩 表示不行就溜吧 哥们一琢磨 赶紧跑吧 这事让张飞没完没了了 也就不用找王运了 我撒腿就想从张飞身边跑过去 可他身边的气场仍然存在 又差点没摔一根头 李灵急忙道 不行就跟他去看看 别默契 无奈之下 哥们只能跟着张飞去找桃树 好在张飞很是急迫 带着我们几个小跑 跑了三四间屋子 钻进右边的一屋子 我进去一看呢 就见一个挺年轻漂亮的女人 约门着有三十多岁 穿着条格的病号服 特严肃地站在屋子正中 双手高高举起 手指头不停地动的 应该就是张飞说的桃树了 果不其然 张飞指那女人道 大哥 桃树找到了 咱们现在就结拜吧 我冷汗都下来了 感觉如梦似幻 就连做梦都没梦到过 如此荒诞的情景 真心没想到有一天 我会跟一个神经病鬼 在一个女人的脚下 结拜为兄弟 可为了摆脱纠缠 也顾不得那么许多 我急忙跪在女人脚下 对张飞道 快结拜吧 张飞也跪下 却跟没听到我的话一样 愣愣出神 黎玲 咧嘴乐乐 还配喜音 轻声的就哼哼那首曲子 哎哟 三国演义的歌 从黎玲嘴巴里唱出来 那就一难听 看样子是存心看笑话 还拿出手机拍呢 哎呀 我也无奈 就当是听不见 谁知道张飞突然对我道 大哥 结拜是三个人了 二哥还没来 是不是等等他 黎玲愣了一下 我也愣了一下 我突然哈哈一笑 对张飞道 哈哈 谁说你二哥没来啊 你看 你二哥不就在身边吗 我用手一直黎玲 黎玲一下就僵住了 哥们乐得哈哈大笑 这真是限制报来得快 让鸭的刚才笑话我 我轻声对他道 小哥 你可别坏事 赶紧配合 亲大爷的 黎玲骂了一句 张飞站起来 上上下下看黎玲 疑惑的问 二哥 你脸咋变白了 我怕张飞嫌弃离 脸变白了 不跟他结拜 那就更操胆了 还不知道要默契到什么时候 急忙说 你二哥不是脸变白了 那是防冷途的蜡 赶紧结拜 别默契 耽误了及时不好 对对对 结拜是大事 耽误了及时不好 张飞恍而大悟 黎玲无奈的走到我跟前 跪下来轻声对我道 你他妈不让张六六跟你结拜呢 六六还拍热闹 别他妈废话 早结拜早完事 我说完 黎玲就不吭声了 张飞显得很激动 对那个女的跪直了双手抱拳 今日在桃树下 我张飞跟两位哥哥结拜 不求童年童月生 但求童年童月死 谁特马愿意跟你童年童月死呀 哥们含糊着说 不求童年童月生 不求童年童月死 我很担心身边的张飞 觉得不过瘾 说没香火 没酒之类的 那就操大了 可把身边这位张飞 性格比较粗 愣是没想起这些 估计能找的这棵桃树 已经很不容易了 也没多事 总算是结拜完了 结拜完我们三个站起来 都有点大眼瞪小眼 不知道该干什么 尤其是张飞他就问 大哥 结拜完了干啥呢 我灵激动对他喊 三弟 曹操带百万大军来追咱们 你快快速去长百坡 把曹操和带的百万大军拦下来 张飞的眼睛一下子亮了 对我一抱拳 得命 我这就去 周文 捡起地上的扫把 装模作样的 一牵马匠 呵 好像得真油皮 马似的 贴着嘴里 就配着印 驾 一溜烟的出了屋子 举手长晚不喝去了 终于是甩脱了张飞 我不由得松了口气 看了一眼那棵桃树的女人 还是点严肃 动也不动 只有两只手挥舞不停 那是模仿树叶被风吹呢 我拽李玲就出了屋子 急忙朝琴走 没走出两步 突然 琴房响起 鸡叫的声音 接着 整栋楼突然就 沉寂下来 天亮了 这鸡叫啊 整栋楼像是 一下子就轻厚了 啊 该怎么形容呢 像是一个乱糟糟的房间 打扫过的感觉 然后就 就就就就 没然后了 再没有惊人病出现了 甚至连个耗子都没有 我和李玲很顺利的在一层转了一圈 接着是二层 三层四层 每一个房间都仔仔细细的查看过 王韵却依然是没找到 天色一点点亮起来 我站在四层最边缘的一间屋子 看着窗外太阳一点点的升起 心情低落到极点 不光是心情低落 还有沮丧 对王韵的消失还是百思不得其解 王韵是个大活人 是有肉身的 即使晚上楼里精神病鬼们 把他给掠走了 穿前而过 可当天亮了 精神病鬼不存在的时候 为什么王韵还是找不到呢 从目前的情况看 精神病鬼也是鬼的一种 否则不会讥较一声 他就消失了 还是在阴阳犯畴之内 对于白天的阳光和阳气 还是有忌惮的 那么问题就来了 鬼只能是影响活人 却没办法真正的 把一个大活人给劫走啊 毕竟没有尸体 可王韵却就这么消失了 他被带到哪儿去了 我怎么想想不明白 黎灵显然也是想不明白 对我说道 浪总 晚上再来吧 小哥 你见识比我多 你见过晚上那些鬼了吗 为了他们身边有气场 说他们是鬼 没有阴气 鬼气 不说是鬼 一个个又是早就死了 王军个大活人 被他们给劫走了 穿前而过就不说啊 天亮了也找不到人 太匪所思了吧 这事超出我认知了都 也超出了我的认知 我也没碰到过精神病鬼啊 别说 还真是精神 一个个 浑然不知道已经死了 反而很开心 这些鬼无害 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人的精神 或者说灵魂 其实是很强大的 强大的可以做很多事情 就比如 我们修炼 修的是什么 练的是什么 还不是修的灵魂和精神 只有这两样强大了 才能异于常人 这些精神病鬼啊 本身精神就有问题 不用修炼就已经很强大了 当然就会发生一些 喜气古怪的事情 浪总 咱们不是走进科学 什么事情都能给个解释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王军救出来啊 照我看精神病鬼 也不是没有办法对付 昨天对付张飞不就成功了吗 只要找到方法 今天晚上再去啊 应该能够找到王军 事到如今也只能是这样啊 无精打采的出了龙 望着太阳一点点升起 我茫然不知道 接下来该干什么 黎玲却劝道 朗总 白天咱们也做不了什么 不如睡成觉 好好休息啊 想好了精神晚上再来 咱们要对付的是一群神经病 你精神要是不济 再被他们带走了 那就操难了 的确是这个道理 楼里那些精神病鬼 没有阴气 鬼气 看上去没有威胁 但跟他们打交道却更累 打不得骂不得 还得顺着他们的思路玩 没一个正常的 思维那就一跳跃啊 就拿张飞来说 都手长板破了 偏偏要拽着我去接拜 正常人的思维 哪能跟得上啊 没风就算好的了 不养足精神 也真是不行 而且我们一晚上 连一层楼都没走完呢 谁知道里边有多少 神经病鬼的存在 还有多少奇葩 只能使心回去 养好精神 可听五老六说 要解决这些神经病鬼 得让他们相信 他们是鬼 治疗个差不多 超度了 才算是完事 想到这儿 我就头疼 要说超度 谁比不上小和尚啊 黎玲都差点是 可小和尚昨天 一上来 就被张飞给挤堆了 弄得小和尚 毫无办法 而我和黎玲 纵然能对付 恶鬼 月魂 却治不得神经病 这该如何是好 回到车上 我问小和尚 法克 碰到张飞 你给他超度 他不信任你 该怎么办 烂哥 其实我还是 有把握超度他的 但时间太短太急 不瞒你说 我师父以前超度的 那些执念特别深的恶鬼 需要不断的劝解 超度 一个月才能完成超度啊 时间太短了呀 我听得有点晕 超度一个执念深的鬼 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那这些神经兵呢 他们根本就是没有执念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就像张飞 就认为自己是张飞 无比确认 执念个什么呀 我苦笑 哎呦 法克啊 不是我不相信你 实在是咱们时间不多 有没有什么快速的法子啊 法克沉淹了半天 对我道 好像 没有 你再好好想想 啊 先别急着否认 法克呀 一个女孩子 被精神病鬼给劫走了 要是不救她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 我琢磨着 她是困在一个地方出不来 咱们得找到了 那黑猫警长 可想找到黑猫警长 难免要碰到神经命鬼 你得想想办法呀 九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小和尚听了我的话 点点头 沉思着想办法 李玲借我愁眉苦脸 对我说道 当总 咱们认识个研究心理的 你忘记了吗 爱琳娜 我顿时精神一振 呀是开心理咨询中心的 还会催眠 精神病应该是属于 心理疾病一类的 它正对症啊 哥们顿时跳起来 对李玲道 那还等什么呀 给艾琳娜打电话 李玲愣了一下 你有手机 为啥你不打 我叹戏声 小哥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爱琳娜对你的心思 傻子的看出来 你会看不出来吗 爱琳娜 是个很不错的姑娘 人家有点矜持 并没有明说 可态度太明显了 除了你这个傻子 看不出来 谁心里都有数 电话你打 比我打过用 李玲无奈的看着我 朗总 你要不说这些话呀 我打电话也没什么 你这么一说 我反倒不能打电话了 我突然发现自己干一件蠢事 有些事情李玲未必不知道 只不过是装傻而已 窗户只是捅破了 李玲要是打电话算什么呀 算是她承认了爱琳娜 还是有别的什么意思 无奈的只能是我给爱琳娜打电话 爱琳娜很快就接电话了 问 朗总 找我什么事 这会儿太阳已经冒头了 爱琳娜能这么快接电话 说明人家早起锻炼来着 折腾一晚上 我又时饿又时累 对着说道 哎 我和小哥溜溜一起呢 出点事 昨天晚上没睡 找你吃早点去 来 我请客 香香水系三楼 我等你们 李玲开车直奔爱琳娜说的饭店 到了以后 爱琳娜已经是等了半天了 进了面先看李玲一眼 然后再笑着对我说道 朗总 你是夜猫子进宅 无事不来 说吧 找我什么事啊 也没什么事 就是小哥想你了 想跟你吃顿早餐 我张嘴就来 反正我挺希望看到爱琳娜 和李玲在一起 毕竟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要是能够撮合两人 或许那小狐狸 就不再缠着李玲了 压得苦逼三辈子了 也该有点温暖了呀